幾個月以來第一次的 多謝主 感謝主 求主興起我們 祝福我們 祝福我們的生命 也鼓勵大家 下午如果來到學啟示錄 以及在末世如何面對 因為很多人一想到末世就很害怕了 糟了 那些大災難來了 但是我會給大家看到 大災難時期就是大復興時候 有很多人說大復興 基督徒因為太多掛淚世界的事 太多擔心 所以是很難復興的 到了大災難的時候 人只能夠兩樣東西做 要麼就是離開神 可以受受印記 就可以做買賣 就可以買東西吃 如果你不去受受印記 那唯一方面是甚麼呢 就是完全依靠神 是完全依靠神的供應 當人完全依靠神的時候 因為在現在的世代 很多基督徒依靠神 可能是百分之十的 或者更加少 但是當你完全甚麼食物都沒有的時候 你唯一方法就是完全依靠神 而在當人完全依靠神的時候 神就能夠做大的事 所以我深信大復興就是在大災難的時期 我們要有一個正面的心態去面對 而且在大災難的時候 神是完全掌權敵基督的勢力 和所有災難的勢力都在神的手中 但是很多人看啟示錄是沒有看到這些的 我從啟示錄裏面去發掘這些真理 我們今天這個訊息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在受我們潛意識影響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容易不開心 這麼容易受傷 這麼容易覺得自己沒有用 覺得不被愛 不被肯定 那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潛意識 收了很多不好的東西 而潛意識也影響我們睡覺 我們就講到兩方面可以怎樣被主醫治 潛意識和意識就好像用冰山在水裡 浮出來的只是小部份 但是深藏的有很大部份 因為在過去受的批判 被人拒絕 被人貶低 攻擊 或者裡面的反應 就是很害怕 自卑 擔心 傷害 就會在心裡面深深藏在那裡 藏在那裡的時候 自己都不知覺 是不斷受這些影響 以致整個生命是不能夠發揮的 我用一個比喻比較 這裡血管有膽固醇在積聚 當有膽固醇積聚的時候 我們知道會造成血管的問題 而潛意識的問題 存在心裡面 就好像膽固醇在血管 就是說所有不開心就積聚在那裡 煩惱、不開心、受傷害 都積聚在裡面 積聚在裡面的時候 一定有影響 就是說我們平日怎樣容易受傷害 怎樣容易負面 為什麼這麼多人的家庭這麼多問題 為什麼跟人相處這麼多問題 為什麼不能夠相信神的大恩 都是很多時候 因為這個潛意識 深藏了很多不好的垃圾在心中 而人是跟足了那個做法的 這個圖 右邊就是這個女生 小時候受傷害 到大的時候 都一直受傷害 雖然她已經大了 好像成熟了 但是其實她的傷害一直 存在心裡面 圖顯示出這個過程 左手邊 人受了傷害性的說話和行動 有人傷害我們 她受了傷害 而沒有徹底處理 而大部份的人 是沒有這個觀念去處理的 大部份的人覺得 被人罵完 就是不開心 哭 不開心 一直存在心裡面 沒有想到去處理的 然後 就重複入了這個深層的記憶 就是說 第二又想回 哎呀 真是很慘 而那個人又繼續傷害 於是日而下 重複 一直這樣達下去 好像膽固神 一層一層 越傾越深 就成為了潛意識的一部份 而潛意識就影響整個人 整個人都不得到自由 我們信耶穌應該得到自由 不過很多人是沒有刻意 將耶穌的恩典抹出來的 好了 比較潛意識和意識 潛意識就是一生所有經歷 而影響我們 好像電腦程式 這件事很特別的想法 就是說 大家看到 譬如有個機械人 機械人是會跟著電腦程式做事的 你認識的人 你有沒有發覺 有些人跟著電腦程式 它裡面有個電腦程式 電腦程式是什麼呢 不開心 煩惱 容易快避棄 容易被人擊倒 沒有希望 你有沒有發覺 它的電腦程式 是不改變的 而我們看回自己 都是有一個電腦程式 在這裡控制著我們 而這個控制力 是比我們的意識大 所以人一定要學習 在神裡面 滿有神的愛 享受神的愛 從神的愛得力 很多基督徒 其實活在律法之下 為什麼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又沒有做什麼 真是很慘 真是很內疚 而你聽我講到 你會留意我經常講到恩典 其實神很想幫我們 神很想釋放我們 我們可以每天 深信神的愛 耶穌在愛著我 哈利路亞 耶穌在一起 耶穌是令我開心的 我一早起床 我就說 多謝天父耶穌令我開心 那就是耶穌哈利路亞 我時時都在這個狀態 因為聖經是說了 不過很多人是沒有刻意 將這些教導放在心中 心中是什麼呢 就是受諾人的那些 哎呀 你又不聽話 自己又不聽話 自己又不聽話 有很多內疚 時時都是把這些垃圾 這些負面 這些律法 深深藏在心中 就變成一個電腦程式 大家想想是不是 大家想想是不是 自己其實在給這些電腦程式影響 那他就跟著這個電腦程式運作 他一直跟著這個電腦程式 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覺得不開心 而前面式是以感受為主的 因為當你一看到一些事情 你第一個感受 哎呀很難 不開心 很煩 很激氣 有沒有發覺 我們的自然反應 很多時候是從感受為主 未必有邏輯性的 明明沒有人害自己 但有些人都說有人在害我 心裡會有一種懼怕 他擔心什麼 是不是被愛 有沒有人愛我 我自己有沒有用 前面是不是樂觀 我做的是不是樂觀 意識 意識基本上就是我們的思想 就是我們會推理邏輯的思維 但很多人不是很邏輯性的 邏輯是什麼 每個人都不好 這個世界都不行 我都不行 他的邏輯有時候是這樣的 不合理的邏輯 不跟聖經的邏輯 他思考去分析這件事 然後他做決定 做決定是怎樣 有一個人愛我 他說愛我 真是反應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 沒有他就什麼都要 有些人不好 我要生氣他 這些是他做的決定 人很多時候 他的決定是跟著他的潛意識做的 不是合乎聖經的做法 而大部分的意識 是被潛意識影響 大部分的意識並不是很清晰 跟從聖經 深信神愛你 大家想想你一天有多少時間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愛我 耶穌祝福我 我一愛耶穌 耶穌很歡喜 我一遵從神 神歡喜到不得了 有多少個 在他心中常有這些意念 其實如果你聽我說到 我每次都有說這類的說話 但不是很多人入心的 很多人的思想 始終聽完道 一樣被潛意識影響 希望大家今天開始會反思 我們的潛意識是怎樣的 而這個意識需要刻意處理 潛意識才能改變 同樣就是想 我是否避愛 其實我們的意識應該告訴自己 我是避愛 但是潛意識說我們不是避愛 因為我們小時候一直被罵 我要將這個潛意識改變 一直到我深相信我是避愛 以致發夢的時候是避愛的 很多人都很難 發夢是害怕的 逃跑的 是失望的 是忘記做事的 是這些 這些負面的潛意識 始終人裡面都是受這些影響的 我希望不是到天堂才好 而是現在才好 你可以開始開心了 是否有用呢 其實我們個個都有用 但是潛意識說我也是不行的 而且是否樂觀的 我是否可以給神用呢 很多人都覺得不是的 所以神給我的呼召 就是興起更多人去服侍 而我感謝主 在這段疫情 神為我開了一種新的侍奉 就是向列國去侍奉的訓練 我們已經為五十多處的地方 買平板電腦、投影機 還有手提電腦、藍牙電腦 即是大的地方用投影機 小的地方用平板電腦 讓他們看到我的事奉訓練 如果你上網看業務和復興宣教事工 你就會看到我每個禮拜 除了每個月第五個禮拜之外就停 其他每個禮拜都會有一個事奉訓練科程 在網上是用英文的 同時也有中文的訊息放上去的 大家了解這個禪意識和意識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原來我們倆 我們人是受著我們的禪意識影響 而我們怎樣可以用意識逐樣去慢慢改變 而神經告訴我們 針言十二章十八節 說話浮躁如刀刺人 刺到箱一箱入到入去入面 那些受箱入在入面 所以很難處理的 和憂傷的零屎骨枯乾 所以裡面是枯乾的 裡面是不開心的 你想想你平日是開心 還是不開心 那你就知道你有多少 是受你的潛意識影響了 好了 當人有受傷害的時候 造成有什麼後果呢 在右手邊沒有信心和人溝通 不會懂得關心人 只是想在教會得到安慰 容易懷疑人出口傷人 沒有想到我們讓神使用 其實當一個人愛神 神一定祝福 神一定提升 潛意識的問題有什麼表現呢 就是容易受傷害 很容易 別人說一句什麼話都不關你的事 你又會受傷害 有人提起一件事 有些人 譬如很簡單 奉獻很低 不知道是不是在說我呢 即是受傷害 你又說奉獻 即是說我沒有奉獻 那又受傷害了 即是他的問題 容易負面 想法總是負面 很容易懷疑 懷疑人 有些人說 有些人經常跟著我 在街上 幾個都在一起說話 在那裡說我 想陷害我 那我問他 其實他們有沒有陷害你 是沒有 不過他經常站在那裡 都是想陷害我 都未發生 但已經在那裡害怕 那經常為己辯護 有人跟他說一些什麼 他立刻要辯駁的 很難相信神的愛 很難相信 其實神的愛是最真的 最能夠醫治 而多作惡夢 經常都作惡夢 好了 潛意聲的問題 一定需要醫治 一定需要醫治的 因為人很多時候 心藏了 好像這個女生 你看看 樣子都很漂亮 但他覺得自己不夠漂亮 他說我這裡多一顆麥糞 我鼻哥又怎樣 我眼睛又差什麼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 我曾經在學校 就是做 校目 也同時有教一些課程 那他教的其中一個 就是這個倫理 那我就去問那些學生 叫他們寫 回應 你覺得你的樣貌 從一是最醜樣的 到十是最漂亮的 因為人們覺得自己漂亮不漂亮 是跟他自我形象有關 那我就叫那些人寫 發覺那些男生通常寫得比較中肯 那些女生寫怎樣呢 有個寫一 那我看看是誰 他是全班最漂亮的那個 那他不是謙虛 那他不是謙虛 他真的是相信 那我就請他出來 我去門口那裡 我問他 我問他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是最醜樣 是呀 我是真是最醜樣 我說不是呀 我真的覺得你是全班最漂亮的那個 那我說 你有沒有哪個信任的同學 他說有 我說請他出來 可以嗎 可以 我說你覺得他漂亮不漂亮 漂亮 好漂亮 但他自己不覺得 他自己的心裏 因為他的家人否定他 所以他整天都覺得自己的醜樣 因為他差這麼一點 人都有點差 但是他的自我形象就不行了 而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心性 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實是由心發出 首先我們學到愛自己 才能夠去愛神和愛人 所以聖經說愛人如己 我們知道我們是寶貴 當一個人整天覺得自己不寶貴 自己是沒有用 他很難去愛別人 善人從他心裏所傳的善就發出善來 惡人從他心裏所傳的惡 還發出惡來 很多人 他裏面的惡是甚麼呢 就是很多煩惱 很多激氣 激氣變成我要 說的東西都要反彈 要刺人 裏面有些不好的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潛意識 藏在這些東西裡 而我們的腦電波 認識腦電波是有幫助的 為什麼腦電中的波有幫助呢 有這個 大家懂得篇覆這個英文字 BET 你可以記這個 BET 不過他加了一個D 在後面 B就是BETA BETA就是我們忙碌的時候 你現在的腦電波就是B的 A是Alpha 是很平靜 攤頭 是很休息的 安靜的狀況 然後 Theta T就是差不多睡著那一陣 或者有些人在一個很深層的 安靜的默想 那個狀態 進入這個Theta Delta 就是睡著的時候 而我們每一個人 原來在這個Theta 這個T的時候 就是那些潛意 那些思想會入潛意識的 譬如你受傷害 你很傷心 你睡覺 一直都傷心 這個傷心 在你臨睡的時候 就進入裡面 但如果當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一直告訴自己 神在愛我 可能要時間 第一 可能相信只是相信少少 但是我們加添一些 慢慢就可以相信我是被愛 是神所愛我的 而很多控訴傷害 就會在夢境中重演 就是在我們的內心裡面重演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而事務多令人作夢 就是說 他很多事情想 於是影響他的夢境 其實我們的夢境是 我們的睡覺是神設計的 怎麼設計呢 我們睡覺不是好像一睡 睡到天亮 是一個循環 有一個心碎去醫治我們的身體 然後有淺睡到深睡 然後有淺睡 然後有一個叫快速眼移動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發夢的時候 那時候就算動物都有 那時候是做什麼呢 那個腦子就處理了一些潛意識 所以你睡醒覺 你的潛意識是好一點的 不過如果天天都是裝一些不好的東西 他就受不了了 在裡面 原來我們睡覺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播放以前發生的事 有一些內心的事 在那時候 那個夢境是會某程度上 處理幫助我們 這個是神設計 我們睡覺 醫治的身體和醫治的心靈 但因為人 人時時裝不好的東西在裡面 他就會很難醫治 所以當人時事 時務多的時候 想起很多煩惱的時候 他就夢做很多不好的東西 而這些是影響整個人的身體 全個人 全部受影響 人際關係和身體健康 整體會受影響 你發覺有癌症的人 多數是不開心的人 有病的人 有痛症的人 多數是不開心的人 開心的人 通常是身體更加健康 更加開心的 一個惡性循環 他越不開心 身體越多問題 不是要等到有癌症 總之他經常是胃不舒服 什麼痛 頭痛 那樣痛 痛的時候又煩惱 總之這個循環是越來越低的 但當他依靠神有起落 他是越來越平安的 所以原來我們的心境 我們處理我們的潛意識 是對整個人 是最聰明智慧的方法 第三 讓神的話語和神的愛和平安 起落進入內心 取代負面的潛意識 這是最重要的 聖經很清楚告訴我 神愛世人 不只是當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是天天神都陪我們一起 天天和我們一起 天天關心我們 我們是絕對有 一種很強的原因 天天都開心做人 不過很多基督徒 是沒有這樣想 他只是用回人的方法 人的方法是什麼 你不乖 你沒有做什麼 就經常想 神說我不夠祈禱多 我不夠聽話 我奉獻不夠多 這樣那樣不乖 我們不乖 即是悔改 求主幫我們改過 聖經說 耶穌說 祂是不給我們壓力的 祂說 祂就算把一杯糧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你為耶穌做小事 神都喜歡 你有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你 當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的東西 神 總之你一向著祂 做任何聽祂的話的東西 祂立即歡喜 祂立即祝福 我希望大家經常有這個心態 就不是數我沒有的東西 很多人是數我沒有的東西 我們應該數我們有的東西 我們有的 我們感激的神 我有做 總是有未夠好的 未夠好就去改 去改 立即告訴自己 神現在歡喜了 我一做神的事 神就歡喜了 這種心態就會很正面 但很少基督徒這樣 覺得這樣很驕傲 我怎知道神歡喜 聖經說了 聖經說了 你給了一杯涼水 神就歡喜 當你憐憫人 神就歡喜 聖經說了 所以我們要觸實 聖經的應許 不要觸實 世人對你說的話 首先就是 神是醫治的神 以賽書內一章 一至到三節 他是醫好 紅色那些字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釋放那些被囚的 喜樂猶代替悲哀 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神是一個醫治的神 神是不想我們這樣 有很多人曾經去過天堂 他就說 我一去天堂的經歷 整個人都鬆了 即是世上 就算個人覺得開心 其實都有重淡 不過重有些很重 有些是中等重 有些小小重 小小重 一去到天堂 我發覺 那裡是完全不同的 是完全輕省的 所以最好就是 天天活在神的愛中 天天提醒自己 耶穌正在愛我 我不需要煩惱的 就讓耶穌去醫治我們 這是我希望 大家從我的訊息 和從我的生命 經常看到 活在神的愛中 是最好的 享受神是最好的 我們不需要經常控訴自己 因為耶穌就是來 赦免一切有罪的人 悔改就神就赦免了 好了 如何醫治我們的潛意識 這章章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起讀 詩篇第一篇二節 為喜愛耶華的律法 就夜思想者人 便為有福 即是說 時時思想神的愛意 經常把神的愛意 藏在心裏面 下面再讀 詩篇九十篇十四節 求你使我們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好叫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上面就說到神的話 接著就是神的愛 整天都 這句說話告訴我們 天天裝滿神的愛 神在愛著我 所以我可以開心 神關心我 我可以喜樂 我可以滿足 又臨後十三章十一節 要受安慰 好了 我們如何應用呢 留意自己有什麼潛意識的問題 首先自己留意 第二 灌輸和應用聖經的正面意念 神現在愛我 神赦免 我一悔過神就歡喜 整個天堂歡喜 我一愛神 神就歡喜到不得了 祂就為我預備極好的恩典 還有 有人尊重 有人侍奉神 神一定尊重祂的 有人服侍我 天父必定尊重祂的 我們就把這些聖經的觀念灌輸 但人總是有些做得不好 聖經就說 你做得不好 你不是要補償那些不好 是求主赦免 然後我們聽話 不是說 我做了那麼多不好 我要做那些好東西補回 我們補不到 是一定是靠耶穌才可以 將那些東西洗淨 而耶穌的義徒在我們身上 我們是完全被神接立的 然後親近神得著安慰和喜樂 一個是神的關係 一個是聖經 一個是神的關係 然後正面的意念和喜樂 改變潛意識 即是這個喜樂和思想 每天去改變 每天告訴我 我是被愛的 我可以有原因開心的 找多些機會笑一下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找多些機會去開心 這樣的時候 整個人就會越來越莊滿 這些正面的潛意識 而親近神的討告 有三樣的討告 很有幫助 就是恩典的討告 宣告神的恩典 神愛我 神關心我 神和我一起 聖經說 神是掌管一切的 什麼問題不用怕 我們不用怕 很多人很怕奏作 耶穌要為我們脫去奏作 但很多人經常都在奏作裏面 我們多些想 神是得性的 我們有權踐踏蛇和蝶子 聖過受地一切的能力 斷滅了 甚麽能害我們 所以沒有東西能夠害我們 只要我們親近神 和處理生命 整個生命就提升 但因為太多人相信奏作 經常都怕自己被奏作 為何這麼害怕 我們看聖經 真的沒有說到聽話的人受奏作 在《舊約生命記》說到 不聽話的犯罪的人受奏作 聽話的人是不會受奏作的 聽話親近神的 是不會受奏作的 經常都深信神愛著我 還有敬拜 我讚美祂由我們自己向神 我感謝神 讚美神 多謝天父 喜悅神 我捉住耶穌 神很喜歡的 互動的討告 是將兩種合併 我一路祈禱神一定很喜歡的 這不是驕傲 這是根據聖經 我一親近神 神一定喜歡 我悔改神一定喜悅 我遵從神 我侍奉神 神一定喜悅 那人就會正面 怎樣帶來潛意識和惡夢的醫治呢 我現在舉一些例子 我現在舉一些例子 我會處理不同的事 第一是說到不備愛 其實大部份的人都覺得不備愛 詩篇27篇10節 我們有經文一起讀 我父母離棄我 耶穌必收留我 還有下面 詩篇139篇5節 你在我前後環繞我 按手在我身上 這裡說到就算父母 父母真的不會離棄子女 不過就算有 真的有的話 神都會收留我 而且祂經常陪著我 神永遠愛和陪著我們 我們就接受神的愛 和飽得神的慈愛 人都需要愛 我愛人的時候 更加得到愛 就是我愛人的時候 更加得到人的愛 得到神的愛 和人的愛 人的自我形象和潛意識 都是需要和神關係 和人的關係 譬如有個人 他在神的時候得到滿足 不過和人關係 經常都是不好的 經常都會激人 人家又會激他 經常都不好的時候 他是很難潛意識得這次的 其實當一個人 真的相信神的愛 他自然會愛人 他關心人 自然他會有朋友 當人只懂得和神相處 不懂得和人相處 是有問題的 其實當你善待人的時候 一定有好的關係 好了 我現在講講這種 不備愛關係的感覺 可能大家都覺得 父母都不太疼自己 如果結婚配偶 他好像不太疼自己 等於節目也好像不理我 我們會積存這些感覺 覺得自己也是不備愛 尤其是上班 上班有時候 很多時候覺得 同事都是競爭 其實那些人都不是愛我們 的而且確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人令我們不備愛 我們怎樣去改變這個思維呢 所以用聖經 就算人不愛我 神真的在愛我 神真的陪著我 祂真的陪著我 這是需要信念的 聖經說了 而你怎樣有這個信念呢 我不聽說聖靈真的會感動我 聖靈會感動我 帶我 我一聽說 親近神 神會給喜樂平安我 祂真的陪我一起 就去憑聖經的應許 而我們真實經歷到 來加強 神真的在愛我 這是最基本的 一定有神的愛 一定是神真的陪著我們 帶領我們 你數回以往的日子 自從我們得救神的多少恩典 那我們就建立 神真的在愛我 講到人 的確很多人真的不懂得愛我們 因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 不過當我們想 在基督徒當中有沒有對你好 父母有沒有對你好 父母有時可能罵你傷害你 但他總有好的地方 因為他的缺乏 所以他不懂得完全全面性的愛 但我們想想 其實也有很多地方 他們真的給我們愛 以及供應祝福的幫助 我們想想 還是有 在基督徒中間 牧師傳道 弟兄姊妹總有 不過有些人 他本身也不太和人相處 去到教堂 只是希望人們關心 所以變成 教堂的人都不太關心我 但當我們去關心人 你會發覺 真的有基督徒會回應你 那時候 你就發覺 人間在神裡面 仍然有溫暖 即使是不信的人 在同事中間 你關心他 都會有些人對你有好的回應 當人去看這些 就說 我都是有避愛 雖然有很多不避愛 不過 我不要將那些避愛的經歷 就放下 經常都想著別人不愛我 而是經常想到神愛我 我是避愛的 而都是有人愛我的 又關心我的 心裡面 就逐漸裝滿更多的愛 但這個首先一定是神的愛先 因為神的愛先是無條件 是永恆 並且是極之極之強的 自卑感 很多人都是很自卑 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但其實每個人都很有用 當你覺得沒有用的時候 你就不會發揮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我鼓勵你找我 或者找JPA的教目去幫助你 而我是很想提升人 我見人都說 你可以給神用 尤其是你有很多問題 你可以被醫治 然後你一步步提升 因為神是定義祝福人 因為聖經說 詩篇139篇16節 一起讀 你所定的日子我上未讀了一日 你都寫在你的賊上了 即是神已經寫在賊上了 祂對我們的祝福 然後臨前一章27節 神卻簡選了世上如住的 叫有智慧的收愧 又簡選了世上軟弱的 叫那強壯的收愧 即是那些人你覺得他如絕 沒有用 那些人 反而神可以興起他 那神是否不用那些強的 不是 不過自為強的神就不用 但是自己 即是他有財幹 神一樣可以用 只要他謙卑在神的面前 很多人就說 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其實我小時候 我都很多地方覺得自己不行的 不吸引 但是當我信耶穌之後 我發覺 神真的是接立我們 祝福我們 那我自己 我又看到神真的是 祝福好 我一初信 神又給我這個心 這個世界這麼多人都不信耶穌 我就很想去侍奉神 神一直為我開路 那我開路的時候 我是珍惜每一個機會 我有什麼學呢 有機會我就學的了 彈琴 打鼓 唱歌 講道 怎樣講道更加 人能夠吸收 還有很多心理學上的東西 我都學的 我有空上網 我會聽很多見證 還有很多不同的專家所說的 我都會分辨 不是所有東西都會收的 我會分辨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我就發覺這些所有學的東西都有幫助 當然有些不好的 但很多是有幫助 令到我的生命被提升 我都希望大家對生命很積極 你是很有用的 你跟隔壁說一下 你是很有用 神要用你的 神要用你的 好了 另外就是外交感 很多人就覺得 哎呀 我很醜怪 我做得不好 但是聖經說什麼 誰能定貪的罪呢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在神的右邊 替我們祈求 誰能定我們的罪 不過定我們的罪 最多的是誰呢 魔鬼 還有就是自己 魔鬼想定我們的罪 然後我們自己就做了魔鬼的義工 每天幫他告訴自己 你看看你犯了多少罪 你多少不好的地方 其實這樣的時候 只有越來越內疚 越內疚就越覺得自己沒有用 下面的經文很重要 以賽斯落一章十節 我因爲說 大大歡喜 我的心靠神快樂 因祂以拯救為衣給我穿上 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好象新郎戴上華官 又象身符佩戴裝飾 這個經文是很漂亮的 我可以因爲神很開心 我心靠神很快樂 因爲祂以拯救好衣服給我穿上 又以公義為袍給我披上 即是神的公義 耶穌所行的義披在我身上 以至我漂亮得好像新郎新娘那麼漂亮 即是神的眼中 我們好像耶穌那麼漂亮 這個經文我希望大家記得 以賽斯落一章一至三節 大家都認識這個 醫好傷心的人 接著第十節是非常漂亮的 就是說 我因爲祂可以大大歡喜 因爲祂以公義為袍給我穿上 好像新郎戴上華官 又好像身符佩戴裝飾那麼漂亮 所以我們又算有做錯事 耶穌已經為我死了 中間那些字 神將耶穌的義揚在我身上 我就變得好像耶穌那麼榮美 所以整個人 在神的眼中 雖然我做錯很多事 我只要真心悔改憎恨那些罪 我們學習 憎恨那些罪 神是我真是憎恨我以前犯的罪 我不想再犯罪 但犯罪是會 將我們的良心一路破壞的 當我們繼續犯罪的時候 心總是會覺得 神都是不喜歡我 所以我們是刻意去處理罪 亦被魔鬼留地捕 將我們的生命破壞 希望大家 就算你有內疚 神真的卸臉我 但很多人很難相信 我用一個比喻 神做事好像跟規則 祂說了怎樣就怎樣 大家開燈的時候 那些燈會不會說 我今天不開燈 因為我沒有心情呢 不會的 祂一定開燈 神都一樣的 當你真心悔過 祂一定赦臉 祂不會說 今天我沒有心情 今天我不接受你 祂不會的 總之你真心 有些人是假意的 即是想著 一會兒我又做回這個罪 的時候 祂不是真心的 但你真心的時候 神一定喜悅的 情緒問題 這也是很多人的情緒問題 而聖靈結的果子 就是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 就是這些平安喜樂的 而我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能夠在神裡面平穩安靜 這個情緒問題 也是我們每個都需要處理 神一定照顧我們 祂一定照顧的 在中間那裡 情緒失控會影響我們的關係 我們不需要介意人 因為人總是會做錯事 這個世界上有不好的人 有好的人 我們多看一些好的人 那些不好的人 他經常都會說不好的事 他的表情 他的情緒 很多時候都是不好的 我不需要介意他的問題 我用一句俗語說 我不用拿屎上身 人家做錯事 我為什麼要受傷害呢 是他的問題 我選擇 我吃什麼呢 不是吃垃圾 是吃恩典 吃神的喜樂 那我就可以不介意人 我滿有神的喜樂 我就可以喜樂了 有時候有些人傷害我 我轉身日 多謝耶穌愛我 那人傷害我 不要緊的 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態 懼怕 我告訴大家 其實呢 我潛意識的問題是懼怕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從小時候 我父母離婚 家裡有很多炒鬧 接著呢 發生什麼事呢 我就發惡夢和夢遊 一生人受過很多人說我 告訴我 有時候我發覺 就算那些傷害的人離開了 不和我一起 我自己會無緣無故害怕的 有時候我自己在洗碗 為什麼我心會覺得害怕的感覺呢 那我就去想一下 我受了一些人的影響 所以我心裡 就覺得 有一種無緣無故的害怕 那我就去處理 我說 神在愛我 我是忠心的 雖然有人 會批判我以往的侍奉 但我說 我已經是努力 所求於管家 是要去忠心 我就說 我沒有原因 需要 害怕的 但我雖然說 沒有原因 自己無緣無故害怕的 那怎麼辦呢 我就天天選擇 神在愛我 我可以輕鬆 我可以不用害怕 感謝耶穌 我可以開心 我就發覺 天天處理 我不需要再理會 那些人所說的 已經成為過去 那些人 他們上到天堂 他們日後都會見到我很開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有些人你認識的人 是基督徒 不過以往 經常都控訴你 那可能你怕著上到天堂 他見到你 什麼 你又想得到嗎 你又來到嗎 你有多好啊 我們會有一種 承認的感覺 但是上到天堂 他不再是這樣的 他是會完全接立 我不知道天堂有沒有道歉 對不起 我以前傷害你 我不知道 實際天堂的情境 我們不知道 但是總之 是再沒有控訴 所以我們自己都好 不要需要控訴 不用害怕 你如果有害怕 一路去處理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這些感覺 其實我說這些 為什麼我會說得出這些 因為我自己都經歷過很多這些 雖然我不是一個情緒化的人 但是我都發覺裡面會有情緒 一樣會有指控 一樣有負面 一樣有律法性 一樣我有的這些 全部我都有 不過我處理 我發覺是可以處理到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經常都活在神的愛中 有神幫我 我不用懼怕 因為時間關於我現在這裡 跳快一點 好了 很多人都壓力 哎呀 經濟壓力 現在真的是真實 到大災難 重大壓力 其實今次的疫情是很嚴重 我聽到 美國一天 有七萬幾八萬幾 有時候 哇 什麼時候收科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收科 當它還沒有收科 的時候 航空業很有影響 很多行業都受影響 很多人都受影響 其實整體都是 我都知道有人 他 他說 我的店舖都可能 我租約完 我都要關門 真的這些事是正在發生的 都不知道有幾個店舖會關門 很多人很大壓力 但是神就是負責一切的 做到大災難的時候 神依然是掌權那個 他不會叫那些基督徒 全部餓死光 因為到時我們不能夠做買賣 但是神會用方法 神的方法是很超自然的 如果大家看英文的影片 沒有問題 我經常找到很多神跡性的影片 有些人的病是完全離譜的 也有些人 試過有一個人 飛機掉下來 全部其他人死光 他就死了 但他康復的時候 不,他不是康復 他就是救了他 醒醒了 他身體的關節 很多都碎了 你想想 在高處的飛機 他撞到一個塔頂 因為他起飛不了 他想降落 但是撞到一個塔頂 接著在很高的地方 跌下來 飛機的全個爆炸 他彈出來 飛機的全個爆炸 應該很嚴重 但是神居然醫治他 又能走回 很神奇 醫生說你要動手術 誰知道他祈禱真是好 真的有些很神奇的醫治 神是可以做大騎士的 所以我們幾大壓力 在幾大的經濟 神我單單依靠你 我在人不能的 但是神你凡事都能 其實我也試過這樣的日子 但是神是幫助我的 希望大家 時時深信 我幾大壓力都好 神跟我一齊 我是四面受敵 這個哥林多 後書四章七節那裡 我有這個寶貝放在瓦氣裡 有莫大的能力 很大的能力 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 何時都好 神都一定掌管一切 為何人會憤怒呢 因為他覺得那些人不好 覺得那些事情不順利 但是當我們深信 神會掌管一齊 神會搞定一齊 我不用生氣 我生氣了就沒有作用 他不好 很多人 譬如同事 不做事就給你做 我們會生氣 但是我們生氣是沒有用的 那我們就求神給我們 有一個平靜的方法處理 第一不受影響 第二我都可以溝通 怎樣和平的溝通 為何很多夫妻有問題呢 因為他覺得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罵 罵就是他們覺得應該處理的方法 或者不罵也好 鼓起拋棄 個人表情不好 覺得這個就是處理方法 其實這些不是的 而是說 我心平穩安靜 我放下這些煩惱 反而我的心能夠有力量的 處理自我為中心 就是經常都以自我為中心 耶穌和彼得說 他說你不看貼神的意思 只看貼人的意思 即是經常都是想自己 反而自己失敗 但是我多去想人 我多去祝福人 你越被神提升去祝福人 去服侍神 神一定喜悅的 神一定提升你的生命 你的思想就改變了 因為人的那種自我保護的觀念是很強的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不是自我保護 而是神去幫助我們 人際問題 很多人覺得人都是不好的 所以沒有信心和人交往 但其實人人都需要朋友 當你關心人 真的關心人的時候 總有人會回應你的 我們人際關係就會改善 很多人沒有發揮 就是因為他的人際關係問題 我們就深信 神一定喜悅我們去關心人 而人一定會有反應 也有人沒有反應 不要緊 這樣的時候 也要多說美善的說話 祝福的說話 安慰的說話 人就能夠被安慰了 我們說一下睡覺 為什麼睡覺可以沒有那麼多惡夢呢 首先就是 整天都盡量在一個平穩安靜的狀態 臨睡之前站在那裡 放鬆的人 有那麼鬆都那麼鬆 你站在那裡也盡量放鬆 多些是關係式的討告 不是萬一求 你可以求 不過不用整天求 神幫我今晚睡得好些 快點幫我睡得好些 你也要解決我的問題 那你越奇怪 你可能越猛 但是你多些宣告神在愛我 聖經其實 兩類討告都有的 一是求神憐憫我 不過聖經也有說到 神是憐憫我們 聖經也說到 耶穌說你不要擔心 神連雀鳥都關心 這麼多雀鳥 為什麼神這麼有空 那些麻雀多得不得理 全世界都是 那些麻雀 為什麼神也要關心 神是否有空 神是真的 因為愛 他除了愛人 他也愛動物 那愛麻雀 那其他什麼動物都愛 他為什麼這麼有空 神就是這樣的 總之他的性就是愛 所以我們祈禱的時候 多些宣告神在愛我 神在幫我 神一定有方法 到天堂的時候 我有一個信念 神不需要向你道歉 對不起我忘了幫你 神不需要向你道歉 所以我們深信 神一定有恩典 當你每天在這個情況 你的心就平穩安靜 好像斷奶的孩子 在母親的懷中 你睡覺就會更加好 當你在睡覺之前 站著放鬆的人 安靜放鬆 整個人都放鬆了 放鬆有程度 就這樣不動 一種放鬆 再鬆的放鬆 當你很放鬆的時候 你會發覺身體好像 有些血流過 因為那些血更加通順 整個人更加通腸 如果你半夜都睡不到 你又起床站著 好過猛地在床上捲 站起來祈禱 十五、二十分鐘左右 你睡回上床 容易睡不到 你上床之後又怎樣 又這麼鬆 一直想著耶穌愛我 耶穌和我一起 不用很複雜的祈禱 多些就是耶穌愛我 一直想著耶穌 這樣的時候 在你臨睡的時候 你的潛意識就會進入你的心中 這個經文 我們現在用一首詩歌 一起去唱 我可以好像個嬰孩 在母親的懷中斷了 斷了奶的孩子 在母親的懷中 我都是這樣平穩安靜 大家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哈利六日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你真的好 多謝天父 你真的好 μα uży mä LI II 我們只能著行 我們相平穩安靜 我們少平穩安靜 好掌條路 � honor 我們保養し 我們不得 Nan paul 我的手平安安静 好将断过来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手平安安静 你在我前后挽摇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已被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你想着耶稣现在在你周围 你在我前后挽摇我 安守在我身上 你永远已被服侍我 我感谢你 我享受你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 在神的爱中 我们知道神必定保护我们 神必定供应我们 神必定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觉得神不理我们 不要觉得神像世人伤害我们 神其实心中充满联盟 神不断爱我们 在这一刻 你将你心中的怨恨 忧伤放下 看耶稣安慰我 我是被爱的 主耶稣安慰我 主耶稣安慰我 耶稣安慰我 主耶稣安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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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看顾我 我一定可以放心放手 我可以轻松 你掃一下自己的心 把那些烦恼、压抑放下 耶稣 我不需要烦恼 不需要压抑 因为我是被爱的 我是很宝贵的 我的潜意识可以每天被处理 越来越平安 越来越开心 耶稣 谢谢你 做你的子女真是好 阿里雷雅 我一起宣告 做神的子女真是好 做神的子女真是好 我可以被医治 我不需要再烦恼 我的潜意识可以越来越开心 多谢耶稣 大家可能听过 有些孩子睡觉会笑 不过 成人很少 因为那些孩子在梵梦的时候 梵梦的时候 梵梦到妈妈爱他 在那里笑 或者梵梦在那里玩 他会笑 但我们太少这些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互相更多的 互相相爱 关心 令到大家觉得悲哀 而自己整天都去安慰自己 要是我们的前面会健康 如果日后你犯梦都会笑 你告诉我们 哈哈哈哈 在神的爱中 我曾经去非洲有人告诉我 他犯梦的时候很害怕 我未曾去到那一天 就在那一天 他见到我 他在屋里 他见到我在屋里 他很害怕 被人追 走到屋里 见到那些中国人在祈祷 他见到我的时候 我说 你想我为你祈祷 他说 好 他觉得悲哀和喜乐 他在梦中笑 他笑到醒了 那一天我就来到南非的地方 他说 这个真是神的梦 我在网上你找南非叶牧师 你会见到这个见证 就是很奇妙 就是人可以在神的同在之中 享受神的喜乐 多谢耶稣 我们一起用主导文讨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愿同我们免到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并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阿门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上 与我们同在 叫我们日日享受神的爱 享受神的接力 享受神的祝福 享受自己是神的儿女 祝我们日日活得轻松 潜意识被主越来越医治 Hallelujah 祝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